那麼我們再來看一下 ActiveRender剛剛大家體驗過的跟POP很像之外 因為我們要做數位教材才用嘛 所以你可以在這邊 如果像我剛的在這邊點下去 好這個是我們的 好假設這樣子 那我現在在這邊這是標題 那裡面是內容 那麼內容的部分呢 除了你剛從PowerPoint 你現有的 資料 直接過來外 那他還可以跟什麼 他本身有錄影的功能 也有拍照的功能 但是因為我們剛剛用的視頻配置 所以 你要不要用他的拍照功能都沒有關係 所以呢你今天我想要 做我的教材內容 哇在這裡打不出來 好假設喔這樣子的 OK 像這樣子 那 內容在哪裡呢 你可以直接 找到 剛剛這邊 你就去抓你的 F1對不對 抓起來 複製 這時候我就直接用複製的 貼過來就好啦 有沒有過來了 當然你要點底面的我也不管對啦 好點裡面不管的 那這樣子拉過來 他 如果你放在外面的時候 因為他會自動縮放 所以有沒有發現他畫面變比較小 因為你已經撐到外面來了 所以我就 放回來就好 放回來就好 那 在這裡面有沒有不同的版面 我們在考慮的時候 老師應該有用過一個東西 就是 在 應該是常用這邊吧 還是哪裡 版面配置 設計 好在這裡 有沒有版面配置 你覺得那邊會不會有 你有感覺了吧 我今天只是在把 負本複習一次的 所以 回到這裡來 看上面 名字不一樣 有沒有一個叫布局 哎呀 怎麼長得都一樣 對不對 是不是可以自己選 所以你就看 如果這個 不滿意 你就換一個 有沒有就變兩個 這樣子就好了 這是第一個 就是說 你要的內容 可以像這樣 那當然 大家也不要忘記了 我們剛剛好像有什麼 有沒有用 自動去背的 按著 丟進來 你看 老師 這樣我沒有勤儉指甲 一張照片用很多地方 你去背完了 簡報就是需要去背啊 你沒有去背 所以 很多照片 效果是就比較差 就好像 貼那個 貼紙口 要不要這樣貼上去而已 這樣就可惜了 對不對 好 所以 像這樣子 應該就沒問題吧 哎 當然他在上面這裡啊 如果你真的需要他的抓圖的功能 在上面這邊 有沒有一個叫注釋 看到 在 截屏 你這樣 就是這裡 所以他本身也有提供一些抓圖 還有甚至編輯圖片的功能 不過說真的啊我想 這個你現在 有體驗過別人之後你大概不會想要用 好 這個是 你先跟老師介紹一下如果你用一般的可以像這樣圖片的處理 那如果你 要做什麼 視訊的錄影 行不行 當然可以 在這邊 你看上面這裡 有沒有錄製 螢幕的 上來一下 在這裡 有沒有兩個 基本上這兩個 雷同啦 好所以你用哪一個 應該都還好 但是 如果呢 我自己錄製 教學的 來講 我就可以用這個功能 你把它點下去 有沒有開始準備錄影了 但是因為我現在下面這個 這個他在用啊 所以呢 我 這裡 就準備另外一個 你不知道我這裡有兩台嗎 兩個都被用 應該沒有 他抓錯了 也就是說你錄影的時候你可以選擇 是一個畫面 好就是 要不要把你的 那個網路攝影機的畫面抓進來 這樣了解嗎 好那至少你現在有看到麥克風的嗎 你也可以選擇不要麥克風 就是你只有抓 你的動作而已 這樣也可以 好這樣也可以 那 你可以看到 有沒有這個 這裡有一個這個邊 因為我們現在做的 其實建議老師如果你在錄那個 教材的時候啊 我們一般現在至少都會錄到HD 所謂的高畫質 那1280x720就是HD的 你如果再更高一點可以到多少 1920x1080 好1080這樣就是Full HD的 好那 這樣這個就可以自己去拖曳 你要錄哪邊 可是呢如果你覺得麻煩 比如說我現在錄這個 拋空的教學 那麼 你也可以用下面這個工具 你看 鎖定應用程式有沒有 我就把應用程式 叫他 你就跟我一樣大就好了 這樣有沒有比較簡單 再看一下 我剛剛 是放很大 你來這裡 鎖定 哪一個應用程式 然後呢你就告訴他你要哪一個 他就會幫你把那個應用程式大小 自動變回來 因為我現在已經改掉了 因為這個1280 有沒有然後這個是720 現在有沒有自動鎖定的 如果說像我這裡沒有開的話 我隨便亂拉這樣可以 但是呢我已經鎖定的話 你就會自動變得跟你的 這個一樣大 這樣我按下錄製囉 你看 倒數計時對不對 好 那 他有工具在哪裡 在下面這裡 你看下面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一個這個 已經在路了我把它點一下 有沒有跑出來了 有沒有這個工具跑出來 這個工具跑出來的 你如果說萬要暫停要停止 只有從這邊 好 所以 像這樣子點過去 點過來 好然後這個加進來 這樣是不是都在裡面 好了 錄好了 OK 你看一下有沒有增加一個投影片 把我們剛剛的內容 自放在這裡 放在這邊 那你看到下面 有沒有看到時間軸 也就是把call point加時間軸 就變成影片解決了 所以我們去年 OBS的時候我也會介紹一下 可是那時候我會比較單純的介紹 他的剪接功能 好就是剪接功能 這樣有沒有了解的 那待會我呢 我在針對剪接的部分做比較詳細的介紹 所以您可以先試看看剛剛講的 哎 插入圖片 對不對 然後呢 這個 版面的配置 就是他裡面叫布局 好你看他連powerful的視野把你布局交進來了 第二個就是錄影 您可以把 您的資料 如果你是 軟體的操作畫面 就可以自己錄製下來 來 給您試看看喔 各位謝謝我 謝謝我 lich 吳 航 感谢观看